再来关心到大陆外交部长王毅 今天在北京和诺鲁外长安格明 签署了两国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即日起呢 中诺两国算是正式的恢复了外交关系 而我国另外一个邦交国土瓦鲁 财长对路透社证实 在1月26号大选过后 可能放弃和台湾的外交关系 今天中岛关系翻开了新的一页 我和安格明外长刚刚签署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脑弩共和国 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 公报在明脑弩承认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画面中可看见在仪式现场 安格明坐在左边 王毅坐在右边 两人低头签署文件 后方摆着五星旗和诺鲁的国旗 签署完毕后 现场响起了掌声 接着两人起身握手 并分别手持红色外皮的联合公报 给媒体拍摄合影 台湾总统大选第二天诺鲁就动摇了 据报导诺鲁15号宣布与台湾断交后 大陆外交部随即发出声明赞赏诺鲁政府承认一个中国原则 并称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是诺鲁正确的选择 大陆外交部称赞诺鲁表示一个中国原则是人心所向不可阻挡 在诺鲁与台湾断交后 图瓦鲁成为台湾在太平洋仅存的三个邦交国之一 但他的财政部长向外媒表示 图瓦鲁希望在26号大选后重新审视与台湾的外交关系 这是第一次有图瓦鲁政府表明 该国有可能放弃自1979年以来对台湾的外交承认 转而支持北京 这恐怕会是两国关系的关键点 记者孙应珍报道 联合国安理会在23号就以巴问题举行了高级别会议 多国是再次呼吁立即在加萨地带实现人道主义停火 重申两国方案才是解决中东危机的根本出路 大陆常驻联合国代表张军也说 任何背离两国方案的讨论都像在流沙之上盖房子 不能解决问题 应该要尽快让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正式会员国 我们对以色列领导人上周拒绝两国方案 否认巴勒斯坦建国权的言论 表示严重关切 有关言论不可接受 任何关于加沙战后安排的讨论 如果背离两国方案 都无异于在流沙之上盖房子 而美国近期在亚太地区集结了三个航母打击群 分别是罗斯福号雷根号 以及日前参与美日韩军演的卡尔文森号 这三艘核动力航母集结在西太平洋 大陆军事专家表示 美国的军事重心已经不在中东 而是着重在亚太地区 大陆第二艘航母山东舰威风凛凛登场 海军穿上消防服 拿着水枪全副武装 进行常态化军事演练 这次训练 开展的时间随机 地点也随机 更加的贴近实战化 刚刚灭国小组临机处置和行动配合 都做得非常不错 而美国近期在亚太地区 集结三航母打击群 分别是罗斯福号雷根号 以及卡尔文森号 专家表示这举动就是要忽悠亚洲小国 目前罗斯福号在圣地牙哥航行 正往西太平洋方向移动 预计将会来到日本加入第七舰队 而雷根号目前则是驻守日本 稍晚也会离开 和华盛顿号进行轮替 由于上周美日韩军演 美方派出卡尔文森号参演 因此目前还在韩国附近 李根号航空母舰 它不仅仅要守住西太平洋地区 它也可以前往印度洋地区 让三个舰队能够共同执行 某一个区域的作战任务 宋忠平表示 其实美国这三艘核动力航母 在亚太周边齐聚 向中国施压 中国大陆根本不放在眼里 而且威辙有限 可以看出美国重心已经不在中东 而是把重点全放在亚太地区 也是美国政府实施大国博弈的重要体现 记者综合报道 美国新韩部下周23号举行共和党党内出选 最新的结果在稍早出炉 是由美国前总统川普获得了胜利 而同党的竞争对手海利 并没有因此放弃 他表示距离11月大选时间还早得很 下一站才是关键 美国前总统川普身色西装 打着红蓝香肩领带 神情得意 现身心寒度下周 党内出选结果出炉 川普获得胜选 我希望大家感谢 这是一个很棒的国家 这是一个很棒的国家 你知道我们赢了新加坡 现在三次赢了 三次 随着佛州州长德桑蒂斯 日前宣布退选 转而支持川普 而现在能与川普竞争的对手 只剩下海利 两人在新州民调差距有所收敛 但还是落后许多 海利仍不放弃 认为时间还早得很 这次赢了 还有几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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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这个声音 还有这个声音 然后接下来 就是我孙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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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 虽然现在共和党内出选才第二战 但看起来川普大事已定 尽管离大选还有十个多月 已经引起各国担忧 加拿大总理杜鲁道表示 如果川普赢得总统大选 无疑将让加拿大处境更加艰难 而且充满着不稳定性 事实上杜鲁道和川普关系并不稳定 在川普第一个四年任期中 川普曾公开指责杜鲁道软弱 而且不诚实 根据加拿大本月民调显示 加拿大人中有三分之二的人认为 美国民主制度无法挺过川普 再一次四年任期 约一半人担忧 美国将逐步沦为独裁国家 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大陆天河核心舱发射进入轨道 今天刚好满一千天 天河核心舱是中国大陆太空站 发射的第一个舱段 是2021年4月29号 在文昌航太所发射场发射升空的 根据大陆环球网的报道 天河核心舱的飞行任务 也为大陆太空站 载轨建造奠定了基础 天河核心舱统一控制和管理空间站组合体 统一保障载人环境 具备支持交汇对接 乘组长期驻留 航天员出舱等能力 支持开展空间科学实验 空间站基本构型 包括天河核心舱 问天实验舱和梦天实验舱三个舱段 通过载轨组装构成T型构型 三舱建造完成后 载轨设计寿命不小于十年 还可通过维修维护 延长使用寿命 天河核心舱在过去一千天之中 迎接了六个太空人乘组 六艘货运飞船 与两个实验舱完成交汇 形成大陆太空站的基本构型 而太空站在2022年全面建成 中国国家太空实验室 也因此开始正式运行 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专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废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废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的益生菌 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正常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废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 克菲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菲尔时刻美好 Fu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保养 有颗年轻库 德里出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喜欢与否则 请订阅 品课 明镇 明镇